清晨天还没亮 试制组就来到了嘉兴同乡市的马民村 去感受这座运河边的传统水乡 现在是早上五点多 我们来到的是马民村 天还没有亮 整个村庄也没有醒来 空气中有浓浓的寒意 但是有一群人他们已经早早起床了 今天我们就是特地赶到这里 陪一群老人来喝早茶 每天凌晨三四点钟 马民村的老街就开始醒了 并很快进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 外面一片漆黑 老街的茶馆里已经坐满了茶客 你好 奶奶好 爷爷您几点钟来的呀 五点钟来的呀 这个早茶我看一下 这里面 哇 这里面全都是菊花茶 哦 是这种菊花茶是吗 那你们你们晚上几点钟睡啊 几点就过来 几点 七点钟就睡了是吧 三点半就来这了 家家都到这吃茶 爷爷 爷爷 爷爷都给你来吃茶了 爷爷他们就在这吃茶 就是这样的传统 凌晨三点钟 茶馆就开张 早上八九点钟便宜打烊 一元前一壶茶 开水可以一直去 茶客都是村上的老人 在一起随性地聊着天 或者只是静静地喝茶 悠然自得地慢慢等着天空放亮 记者也端上一壶茶 在节目拍摄的快节奏里 试着品味水箱里的慢生活 这座运河边的小村落 也在时光荏苒里 缓缓走过了千年 其实早在商周时期 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大运河让这里日渐繁华 成为周边几个乡村的水网中心 马鸣村有两个自然村两千多人 老街就是过去最重要的商业界 虽然长度不到百米 但分布着杂货店 理发店 肉铺 茶馆等数十家店铺 天光大亮 茶馆里的茶客渐渐散去 老街羊肉面馆 开始为当天的营业做准备 红烧羊肉面是同乡的名吃 马鸣老街上保持着传统的做法 选用一到两年的本地胡羊 切成大块 用铁锅加柴火炖煮 配上特制的调料 要大火煮两个小时 直到汤色红亮醇厚 羊肉肉肉口即化 哇 这么多人都在这排队里买 这是羊肉面是吗 是 来之前听说这羊肉面很有名 多少钱一碗 三十块钱 三十哈 我也排队来一碗 做红烧羊肉面 面条也有讲究 用铜香特产的细面 大锅滚水 盖上酥懒的红烧羊肉 撒上蒜叶 葱 姜一起喝成 好 谢谢 哇 筷子在哪里拿 在做一份 好 我们去找一张桌子 哇 好香啊 你看 这太丰盛了吧 这种酱色的肉皮 白花花的肉筋 略带一些肥肉 炖的已经完全这个 软烂的瘦肉 真棒 很好吃 好吃的好吃 好吃好 好吃 它跟北方的那个 红烧羊肉有点不一样 它不完全是酱香的 里面还有很浓的那个 就甜甜的味道 甜津津津的味道 属于江南的味道 喝完早茶 吃完羊肉面 马民村人很早就开始劳作 像老街上就有座 蚕丝贝的作坊 我们转到他的后院 院子里挂满 正在亮智的丝棉 哇 这是在干嘛 这是好像在处理蚕丝 婆婆你好呀 这个就是蚕碱 是不是 翻过来 然后里面就有那个蛹 把那个蛹给弄出来 扔掉 哇 一个小小的蚕碱 可以扒这么大呀 原来还那个形状 是这样形成的 蚕碱 把它给剥开以后 然后婆婆把它一翻 就像手套一样 戴在手上了 这边呢 这个 这个大姐你好 你就是 你是第二道工序 是不是 哇 啊 是不是我在外面 看见那个亮的东西 就是你这个 弄好了之后 挂出去的 是的 这道工序叫什么呀 开丝棉 开丝棉 那些是婆婆 可能一叠一叠 弄过来的这个蚕丝 然后大姐把它给 开丝棉了之后 一拧 就是跟我们平时 洗衣服一样的 拧了以后 就把它给 扔在那个篓子里面 然后就挂出去了 张建英是这间租房的老板 和丈夫一起经营了二十多年 他告诉我们 制作蚕丝被 要先竹简 然后手工剥简 做成小棉刀 再撑开 形成这样 弓形的大棉帽 带大棉帽清洗亮晒后 进行最后的拉制成型 所有的流程 都是它们手工操作 这样一捆里面 一般会有几个弹简 组成呢 三十左右 三十个 三十个 简子 三十个简子 我可以打开看一下吗 像这一张呢 具有六七个 六七个 然后你又要 四张了 然后你又要靠四五个 我可以打开看一下吗 可以 天哪 你就这样一个嘴 这样 我要这样 一抓 这样打开的方式 它像一个套子一样 张建英放下手里的活 热情地带记者参观 他们的工作间 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仓库 这是我在外面看到的 亮的 刚亮出来的 刚亮出来的 这些就是全都是残碱吗 对 这是今年哪个季节 收的残碱啊 春天的 春天的 春天的残碱 要留到冬天处理啊 到明明也可以做的 这是公开了 这是你先生 你好你好 我们这个中途 偶遇到你们 你们家这个残丝 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以前没有见过 纯手工的 那这些就是 三公斤 三什么 三公斤 里面都有两个残涌 里面有两个残涌 里面都有两个残涌 这是干的 这是干的 对 里面一个涌的结枝就要小 小一些 做手工斤就不好 这有三个残涌 是 我怎么觉得有五个呀 这两边 这个是 小的 这个嘴巴 这个财变成泳的时候 它吐下的这一皮 这个嘴 三个泳 这个是两个泳 明白了 就是基本上都是两三个泳 超过一个泳的残柬 残涌土的丝交织在一起 无法抽丝制作丝制品 却恰恰适合做残丝被 相比于单泳残柬做出的被子 其蓬松度和保暖性会更好 所以像那种一只残的蛹 就是专门去做那些丝绸的衣服 对 这种就可以保暖做残丝被 做残丝被的白 这种三个泳 是很好的 因为它那个丝多 是不是 做残丝被最考研技术的一步 就是最后把大棉帽 拉制成被胎的工序 需要把一个个一米间方的丝棉 朝四个方向 均匀拉扯成被子的大小 要做到云薄如纸 迎节如玉 然后把做好的备胎 装入被套并定备 一条残丝被 才最终制作完成 不过这一步 需要四位经验丰富的师傅协作 才能完成 而我们是偶遇 老板也无法临时找其四位师傅 所以没法展示拉丝棉的过程 为了弥补遗憾 夫妻二人要交给记者 如何鉴别蚕丝被的品质 像这个柴是拿一丁出来 用打火机 用打火机烧一下 哇 有没有打火机 打火机 你看这样很漂亮 它就像一缕银发一样 侧面看会有很健康的光泽 烧一下 你拿走不要不要不怕 好不怕 真正的材丝呢 烧一下就非常灰的 灰是很矮的 没有化气一样的东西 没有印的 刚刚到手上 它是一颗一颗的 然后来灰这个碾的话 就可以把它碾成 真的就是灰尘一样 然后就消失掉了 假的就不会 假的会怎样 就完全凝固 黏黏的 是不是 它是那种化鲜的 其实 马明村所在的周泉镇 是著名的桑残之乡 过去家家户户都养残之丝 并依托大运河的便利交通 把残丝品销往全国各地 如今泉州镇已被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 中国残丝被名镇 在当地既有很多 机械化残丝被工厂 也有像这样的桑残作坊 坚守着最传统的工艺 也为这些运河边的古村落 保留着一份旧时光的味道